大家好 又來到油麻地新聞簡報 我是大佬B 太好了 太好了 終於有好消息了 藝人也是前港隊游泳代表方力申 為了他泳會旗下一名9歲的小泳手 因為牽涉到泳種制度的問題 令到他無緣參加錦標賽 經歷了一連串社交網站平台發文 再加上出信去泳種之後 終於召開了特別會議 一致通過這個小泳手 可以允許以個人身份參加分靈游泳錦標賽 雖然都是一個好好的消息 但方力申就不收貨 提倡可以長遠地改善制度 而未來的下星期三 即是7月17日 霍啟江亦會和泳種、港協代表和方力申 還有議員何敬康在奧運大樓見面 就這件事件作出討論 之後還會會見傳媒 不如我們看看現在的事情發展吧 多謝大家收看《油麻地新聞簡報》 我是大佬B 正式開始之前邀請大家 Like了這條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建設性留言 當然不少得Follow我們的社交網站平台 包括Instagram和Facebook 還有娛樂油麻地的Facebook群組 我們一有新的短片、消息和直播 都會在群組和大家一起討論 今天這篇新聞都算是一個好消息 亦正正反映了社交網站平台的威力在哪裏 現在做KOL或者報東章西網 有用過你任何方法 我們跟進一下 方力申早前就指旗下的泳會 一名九歲的泳手 即使已經符合了參加錦標賽的資格 但是因為屬會的級別不夠高 而被拒絕參賽 亦都無法代表香港參賽 質疑泳種制度不公平 泳種之後發公告指出 執委會在召開特別會議之後 一致通過相關的泳員填陀定名表格和適時 即是截止報名日期之前 遞交本會辦事處之後 就會獲准以個人身份參加婚齡游泳錦標賽 泳種指出 未來如果成績達標的競賽屬會泳員 可以向該會提出書面申請 執委會就會按相同的原則 就會中的個案作出考量 就著個別事件來說 今次絕對是一個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這個小泳手不單止可以順利參加比賽 而且為未來不同屬會的泳手帶來一個新的希望和曙光 即使自己來自一個未必是級別那麼高的屬會 但都可以因為個人的成績去個別作出安排和參與 絕對是一個好的進展 但剛才看了我們的簡介和標題之後 都知道方力申表示不收貨 而且這個泳種代表的回覆 我亦都覺得是很奇怪 好像吃了誠實豆沙包一樣 泳總會長黃敏超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 未知以個人身份參加相關賽事是否有鮮例 相信有關泳手日後會繼續有參賽的機會 但亦都難以判斷這個泳手將來的表現是怎樣的 但就著今次這件事 他就表示不想再將事情鬧大了 所以決定今次就容許對方出賽 希望事情可以告一段 不要太過影響其他泳手 尤其是精英運動員 我看到這裏真是眼都突買 怎會可以將這個心底裏的說話 不想將事情鬧大這句句子 直接向傳媒說 即是今次純粹是斬腳趾避沙寵 以及純粹濕著方力申把口才做這個決定 不是有心去改變那個制度 方力申對於小泳手能夠參加比賽 但同時他亦都批評泳總的做法 偷緩概念 即是日後任何屬會級別不夠高的達標泳手 同樣都會面對這個困難 在參加的時候受到限制要下下申請 好像今次這樣 他為小泳手提出要求一樣 方力申的說法就是覺得泳總 只是當他今次是一個特例 當他是一個官方的渠道 日後仍然是可以不批 不是真正改變了制度 亦都好像被一個混淆視聽一個錯覺公眾 大家就以為今次件事太好了 平息了 給個小朋友參賽就好了 那就不再關注這件事 事實上這個問題完全是沒有解決的 方力申更加說 如果下次再有一個小朋友有這樣的情況 難道個個都要找他出信才可以批嗎 今次除了是這名九歲小泳手 可不可以允許參加分靈錶賽的問題之外 亦都見到其實有很多正式屬會 是出現了一些殭屍會的情況 傳媒發現有不少正式屬會 都是沒有再活躍和更新 而且亦都繼續在制度和列表裏面 顯示了其實泳總都未有一個很明確的制度 去正視這個問題 再加上泳總黃敏超的答法 簡直令人嘆為觀止 深深地令我明白到人無公關 真是死得了 而方力申亦都強調 原意不僅是為了他自己會旗下的榮首 是希望所有達標的榮首都能夠參加比賽 重新社會已經知道泳總屬會三級別的不公平和漏洞 影響所有泳會的資源分配 好希望下星期三和泳總三方會談可以深入探討 今次事件的推進可以說是非常之快 他們即將會在2024年7月17日 星期三就會在奧運大樓展開一個會面 到時參與的有霍啟剛 亦都有泳總 港協代表 和方力申 還有議員何敬康 他們都會一齊就住今次這個事件作出討論 雖然是一個閉門會議的形式進行 但之後亦都會會見傳媒交代事件 都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躍進 大家可以見到 傳媒和KOL的力量真的非常之大 因為方力申是一個知名人士 當他出了Facebook Post之後 有很多名人和各界的人士都參與討論 事件不斷發酵 令到政府又或者一些相關的團體組織 亦都很快地行動回應這件事 就見到其實現在未來的世代 誰可以在網上有話事權的話 就真的可以掌握到資源的分配 再看看泳總黃敏昭的說法 你就會見到其實有些人真的很僵化 完全不知道怎樣可以和傳媒 或者網上的人去做一個好一點的溝通 往往都會令到自己非常之吃虧 在最近有很多事件包括黃青霞、河馬 又或者今次方力申這件事 都是短短在今年入面發生的 全部都是因為很高調地在傳媒 又或者在大眾眼球出現 參與了很多的討論和輿論的壓力之後 都會令到事件有一個非常之快的升溫 包括例如黃青霞的情況 他很快就已經吸引了一些政府部門的關注 所以就對他作出了一些檢控、調查和拘捕 而河馬這件事亦都是令到不少的官員 在不同的傳媒訪問和場合裡都發表了 其實是會對他這件事提高關注度的 可能就會對他作出很多的調查 而說不定就會有一些進一步的行動 方力申今次這件事都是一樣的 這個都是被大眾反思到 其實現在的社會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運作模式 我們很正常地例如打電話去投訴 或者是舉報 到底作用又大不大呢? 怎樣才可以令到我們想得到的一個目標 和結果快速實現呢? 我想大家都應該在這幾件事入面 學到不少東西了 最後作為家長 亦都是有給小朋友學游泳的家長 當然好希望今次這個事件 得到一個非常之圓滿和一個進步的結果 例如在未來下星期三的會議入面 到底可不可以商討到一個 正面處理這件事件的新的方式和制度 令到香港的體育事業 真是有一些突破和不同的貢獻 在我從小到大聽到李麗珊都說 香港的運動員不是垃圾 其實有很多的本地人才都希望可以發光發亮 但是資源的分配問題 或者是香港的教育或者發展等等 令到我們在學生時代 或者都會熱衝運動 但是當我們面對社會的壓迫的時候 就會放棄了這件事 不但限制了不同人的全人發展 亦都對我們的健康其實都構成一些影響 今年又到是奧運年了 政府很多不同類型的宣傳 你會見到在暑假期間 已經在很多商場 有一些布置和裝飾都是關於奧運主題 但是這一類型的宣傳或者教育 又如何及得上是撥款或者是多些的資源 真是令到我們的學生或者運動員能夠受惠呢? 希望今次這個事件 在一個非常之對的timing底下 有突破性的進展 就真是香港市民之福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我們這條短片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建設性留言 當然不少得你們的Follow我們社交網站平台 Instagram和Facebook 剛才講了這麼多網上平台的好處和用途之後 當然不少得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更加發光 最後還有娛樂油麻地的Facebook群組 我們講到這裡 下一集再見和直播再見 拜拜